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1.美债收益率上升打压融资货币 欧元盘中跌幅扩大 2.美国总统选情逆转风险情绪 美元对日元看跌情绪消弭 3.债市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 黄金避险需求望得到提升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二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二亚洲时段美债收益率上浮 带动美元指数稳步走强 占上97整数大关 欧元对美元延续隔夜弱势 盘中跌幅进一步扩大 目前汇价已经触及1.1120 市场预计全球货币宽松政策 已经走到尽头 油价后市将持续上行 各国财政支出有望扩大 包括欧元在内的融资货币 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阵痛 周二欧洲时段 德国方面将公布 10月ZEW经济现状指数 市场预期该指数将达到55.9 高于前值55.1 每周时段美国方面将公布 9月NFIB小型企业信心指数 市场预期该指数将录得59.0 高于前值94.4 北京时间10点14分 欧元对美元爆1.112528 周二亚洲时段 美元对日元高开高走 多头有意再度对104整数关口 发起冲击 10月7日大阴线给市场带来的 看跌效应已基本化解 上周末英镑汇率盘中闪崩 逾800个点 导致市场恐慌情绪大幅蔓延 美元对日元未能站稳 104关口上方 当周涨幅也大幅收窄 近半数到1.56% 不过在特朗普 侮辱女性言论视频 遭曝光之后 市场风险情绪出现逆转 市场普遍认为 希拉里将没开二度 斩获二变桂冠 希拉里最终入主白宫的筹码 已经大大加厚 此外深陷困境的德意志银行 依然使投资者寝食难安 北京时间9点33分 美元对日元报103.9195 周二亚洲时段 现货黄金价格探地回升 盘中最低一度下摸到 美昂斯1255.54美元 长期国债税率高起 成为脱市金价的主力军 截止发稿金价下沉 0.13%到美昂斯 1258美元 200日之换均线位于上方 1261附近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愿意配合 OPC组织现产保价 油价因此大幅飙升 创进一年新高 长期债券税率随之出现明显的上台 日本40年期国债税率升至9年中旬以来的新高 同时美国10年期和2年期 国债税率均至少上伏3个基点 市场预计若债市税率曲线 继续趋于陡峭 全球股市失血或将加剧 届时包括黄金在内的避险需求将大幅提升 北京时间10点42分 现货金价报美洋司1258.99美元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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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